新元吴建志表示 花莲地区人口老化 还有年轻人口外移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尤其是偏乡地区学校 学生人数逐渐骤减 面临合并或者是资源短缺的危机 他表示 花莲县政府相关单位应该提出 如何透过增加移民 特别是技术性移民 来促进花莲人口转型还有产业升级 并且来解决偏乡地区人口不足的问题 新元吴建志表示 花莲县政府面临一个破线的挑战 即人口老化和年轻人口外移的问题 越来越严重 尤其是偏乡地区的学校 学生人数逐步就减 面临合并或是资源短缺的危机 这不仅是人口结构的挑战 更接受到教育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 常识的稳定性 我想从偏乡振兴到多元共荣 打造花莲为国际移民的友善城市 希望能够花莲县政府 花莲县政府有办了相当多的论坛 透过场观学的部分 能够更多的移民 能够来到我们的花莲 因为现在针对少子化的问题 我们的人才短缺 希望政府能够透过一些政策 能够吸引一些 我们所有这个世界各国的所有的一些 一些优秀的人都能够来驻村 像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文化艺术的驻村 那包括我们这个希望我们这个花莲 是这个东 我们是台湾的东大门 那能够拥有自己的这个国际机场 还有甚至于有国际港 那我们依托在这个美丽的风光 低廉的这个生活的成本之下 那希望能够带来一些 从各领域能够从这个国外引进 那个这个类似于这个绿色农业 还有环保科技等领域 具有这个专备专业的能力的一些移民人才 能够连接场观学的资源 增强我们在地的竞争力跟就业机会 我想这是国际这个国际化的问题 那希望我们从这个让世界看见花莲 然后把这个我们的人才都能够引进花莲 吴正经表示 花莲必须抓住24岁全球移民潮流的机遇 配合在地的需求 自定灵活政策 吸引国际家庭基础人才 和创新企业来到花莲 创造一个更多元活力十足的未来 记得继续华师傅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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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他们发 来自订阅 转发 来自薅 转发 来自给 进 订阅 转发